昨天您有提到有關高雄之前辦的燈會,花了8億在無人機上面 這讓以匪夷所思,但高雄市政府昨天有回應您說 就是鬼月還沒有過不要鬼話連篇,這部分請看 就是這樣,通常我們這種實際執政過的人,就知道很多大,用美大 我知道在帳面上,高雄市政府是4.6億 電域算,但是交通部觀光局還有另外一個在電域算 還有一個最大黑洞是什麼?國營事業,甚至去搭私人事業的戰機公共基金的戰機 叫他們來擺攤,坦白講那些都是大黑洞 因為我們在台北市政府在檢討以前那個塔城楊慧人的案件 就知道說我原來有這麼多的黑洞 所以為什麼常常說那個塔城那個案件 要在這個立法院現場的辦公室,去把國營事業找來 老實講那些費用,加起來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我也是這樣,到現在為止,我們都公開透明 要用政府敢公開說他的無人機,他那個帳到底是泡了多少 其實這個就是黑洞 他說我倒覺得這樣 我也認為不需要去批評太多 只是我們實際執政過的人都知道每個結局